新书快报 父母养育孩子 常常在两种情绪之间摆荡 一个就是忧心如焚 另外一个呢 这是宠爱和满足 其实这两个情绪 如果走到极端的话 都会产生负面的效应 这种摆荡还有极端 是不是常态呢 养孩子风格 有没有别的选择呢 新书快报为您介绍 荷兰爸爸的教养真心话 作者维代斯 他来自荷兰 住在台湾 他对于如何养育孩子 有很多想法 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维代斯到节目当中 维代斯您好 您好谢谢 我们常常在公共场合里头 看到的就是 我们是旁人 但看到别的父母或小孩 他们的互动失控了 那父母不管是用恐吓或放任 其实对待小孩 这两种方法都是无能为力的 在书里头 我看到您这里面讲到 一个禁止性的规则 还有鼓励性的规矩 这两个 您觉得可以改善这件事 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是从看一些 空和式教养的例子 就是去想说 那好像有一些不对的事情 或者不好的东西 那能不能只是改善 有一天 我们去餐厅吃饭 然后我就听到旁边的一个小孩 就是一直在哭闹 然后哇哇哇 就一直哭 然后不要不要 然后就是父母也是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就一直说 你再不怪怎么样怎么样 你再不怪怎么样 然后忽然 爸爸就说 你再不怪 这个外国人会把你抓走 所以我觉得 好上我也是 这是被当做 这是空和小孩的 那我觉得空和小孩 就是其实 部分是低估小孩的认知能力 也部分是高估小孩的认知能力 你一直跟他讲说 你要乖 你要乖 但是你并没有很具体的跟他说 乖到底是什么 那小孩子怎么会知道 他到底要做什么 才算是一个乖的小孩 所以从那边就是开始想说 那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觉得是需要 或是值得鼓励的行为 我们能不能用一些鼓励的规矩 就是去鼓励小孩 产生这样子的行为 就譬如说 现在我女儿三水半 那她就是我们想要培养她餐桌的礼貌 那第一个礼貌是说 我们全家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坐下来 在餐桌坐下来 然后等大家吃完了 我们再离开餐桌 那等一个三水半的小孩 其实还蛮困难的 因为就很无聊嘛 然后爸爸妈妈在那边聊天 你又听不懂 然后就是他们又 因为聊就是吃很久 那就会觉得无聊 但是我们就现在 就是跟女儿说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 我们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坐在餐桌 我们就一起享用这个晚餐 那她做到了 我们会鼓励她 说我觉得你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的棒 就是一直都坐在那边 然后陪我们聊天 然后你也是自己一个人 只是乖乖把你的饭吃完 那这样子女儿会知道 我到了吃饭的时间 我要做什么 然后她做到了 我们会鼓励她 那当然三岁半的女儿 也不是非常的会 有时候还是会失控 所以就上个礼拜 就是有 就是周末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女儿就是要拿她玩具 她站起来 我说那你要去哪里 她就说我要调整椅子 所以她那个规则 她的习惯已经内化了 知道我们在家里吃饭 我们要这样子吃 到了她完全的内化 我们不用跟她说 吃饭了 我们要坐在餐桌 我们不用提醒她说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 我们可以到下一个 我们想要鼓励的行为 所以那时候可能是 我们要鼓励是说 要用餐具 或者我们鼓励说 我们等大家的饭来了 我们才开始吃饭之类的 维带斯其实是荷兰人 所以我们大概听到他讲 那个恐吓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讲那个听众可能会 有一点点不太清楚 对对对 不过没关系 你讲到其实是一个 所谓的鼓励性的规则 就让他建立一个 比较良好的习惯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 书里面你讲到另外一个 相对的是禁止性的规则 所以我很好奇说 你那个三岁半的小孩 如果他开始拿刀叉 如果去不小心戳别人好了 像这样子的素师 就是要禁止性的规则 就要拿出来用了呢 我一开始讲 孤立性规则 是因为我觉得 孤立性规则比较重要一点 而且也是建议大家 只是比较常用孤立性规则 就是鼓励小孩子做好的事情 那禁止性规则 它的用途是在于 就是确保孩子的安全 所以比如说 我们家的儿子现在一岁 那一岁的一个一岁的小孩 就是进了厨房 有可能会发生 很多危险的事情嘛 就是可能是那边开火啊 或是有煮水啊 或是有一些清洁用品什么的 那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现在 为了确保他的安全 我们禁止他进厨房 但是我觉得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还是用鼓励性的规矩 那当然是 如果他 就是女儿就一直 就是用筷子 戳人家的眼睛 或是之类的 这当然也很不安全嘛 那也会 应该也会跟他说 就不行啊 就是也会禁止他 做这样子事情 其实荷兰爸爸的教养真心话里头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而且这些例子 常常会让这些父母看了 不管是觉得说非常认同 或者是非常心惊胆跳 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而且小孩嘛 你没有办法单纯讲理的 像我刚刚讲 那个用叉子 可能要差别 这可能也不在你的书的范围之内 因为很多很多例子 都可能是就是在 父母很难横聊吧 没错 对 就是当父母 你每天都可能发生新的事情嘛 这是很难预期 但是我觉得写这本书 而且用那么多的例子 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发现我跟我太太的教养方式 会有一些的差别 那就是会觉得 我们发现差别之后 还是要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两个有一个意志的看法 所以就是去聊天 然后就是去好奇的 就是探讨说 我们两个的差别到底来自于哪里 而我会觉得这样子的差别 我们是有多一些的参考的例子 或是多一些参考的 可以参考的想法 来培养我们的小孩 所以觉得还蛮值得的 那就不小心写到这本书了 对 韦代斯其实在那个商业周刊里头 写了很多篇的这个专栏文章 那大家会很好奇说 看中文文字非常厉害 而且你写的故事啊 你的想法都非常有趣 那这个部分我蛮好奇说 你是可以发展出很长的文字的部分吗 还是你是用口述的 然后再去疼呢 你说我的写作的秘密吗 其实我是通常是周末有一点时间去写 那就是周末写 表示说我周间就是先想个题目 那这样子周末花大概两三个小时 写出来一个1000到1500字的初稿 那写完了之后 我先给我太太认识 所以我太太在这边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她会把我的一些的奇怪的问法 或是把一些就是没有那么的怎么讲 就是我的结构没有很清楚的地方 她会把它修改 所以其实这本书 我一开始也跟太太说 那你要不要共同坐着 她说我不用谢谢 太痛苦了 这本书的书名是荷兰爸爸的教养真心话 作者韦代斯在我们现场当中 一开始跟我们讲了一个鼓励性的规则 这可能是你一个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不能一直恐吓她威胁她 还有一个常看到的情况 就是爸爸常会说 你为什么不像谁谁谁一样那么乖 这个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能不能谈谈这个部分 就你说比较是的 就是比较用比较 就是来跟孩子说你的规则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也很可惜的是 你用比较 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孩子表达清楚 你到底是要什么 就是如果你说 你看某某某都怎么样多多么棒 那孩子真的是能归纳出来 他棒在哪里吗 就是我不晓得 再加上就是我会觉得是 你用孩子的成长速度 或是成长的过程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在我们家也会发生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餐厅吃饭 然后就是看到我们孩子 跟旁边的孩子 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看到我们孩子时空 旁边的孩子 就是表现得非常好 那有时候也会就是有这种的比较式的 但是我后来会觉得 其实做这样子的比较真的是公平吗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发生是在女儿两岁的时候 那我们是把它跟一个四岁的小孩比 那当然是不能比吗 因为两个小孩的那个发展的程度 真的是很不一样了 那要求我女儿做四岁的小孩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是不公平的 那他也做不到 那就这样子的教养的方式会 我会觉得有点没笑 是 韦代斯其实在你的这本书 《荷兰爸爸的教养真心话》里面 也讲到了很多你自己小时候在荷兰 所受到的一些对待的方式 那其中就有一个讲到说 你们觉得没有所谓的弟弟妹妹 就一定要听哥哥姐姐的话这件事 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比照 因为我想台湾人或者所谓东方人 其实他们对于那种所以谁比较大 就应该要表现得比较好 这件事是根深蒂固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事情很好奇 就是因为我们看这个专栏 很容易被说服 就觉得你很厉害 你自己当爸爸从那个小孩子 刚刚出生到现在 真的都这么有自信吗 然后也这么有观察力吗 我一直都没有很有自信 就是我会觉得当父母 我们都不太知道怎么教小孩 那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说 我告诉你怎么教小孩 你会教怎么样的一个小孩 我的目的是说 我现在当爸爸 那我有一些观察 我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很好奇是说 读知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或是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那就是我希望我们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过程 能就是自己会比较清楚到 或是比较意识到 我想要当什么样的父母 跟我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小孩子 就比方说在就是写书的过程中 我发现 其实我觉得孩子要自己思考 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我要我的孩子会自己思考 那我要怎么对待他 那这是我的价值 这是我的价值观 这并不是每一个父母 都有这样子的价值观 但是我希望父母会比较 意识的去思考说 我到底是要培养什么样的小孩 我希望我小孩到了18岁 我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说我看到什么样的特色 或是什么样的个性 那也希望父母可以多多想说 那我要当什么样的父母 我要当一个严格的父母吗 还是我要当一个很有规则的父母吗 还是我要当一个很快乐的 就是孩子的朋友的父母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思考 然后多多想一想 就我要当什么样的父母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在教养的过程中 常常我在教肖孩子 因为孩子是会一直出现新的状况 你没有办法预期 然后就会发现 其实我讲的 跟我父母讲的一模一样 那到底是真的我要的吗 还是是我父母是 就是这样子影响到 我现在的教养 我觉得可以多多想 您的这本书 荷兰爸爸的教养真心话里面 还有很多是你小时候 在荷兰的时候 你爸妈教养你 或者发生一些实际的案例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他们对你 可以说是非常信赖 我们不能讲放任 而是说他就让你做 你自己的决定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你硬是要在 从很热的地方 搬到很冷的地方的时候 然后你想要穿一件内衣 就要出去 他就让你穿这个内衣了 这个事情我觉得 他也真敢 在台湾应该爸爸妈 绝对是把他当宝贝 这样照顾的 对 我也觉得 我爸妈还蛮敢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 从印尼搬到荷兰 那我在印尼 就是从一岁到五岁 才搬回荷兰 那印尼我都是穿一个背心 因为那边很热嘛 但是我们搬回荷兰 是荷兰冬天 但是我还是要穿我的背心 然后无论如何 我父母都无法说服我 然后我爸妈 因为我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我们都是要一起出门 他们觉得 这样子 姐姐哥哥 我们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们 所以就是先 我们先放在旁边 给你自己就是 让你自己生气好了 然后就是确定 哥哥姐姐都好了 然后我还是不想 要穿一个外套 他们说好 没关系 你先出去 你先感觉到荷兰的冷凤好了 然后就是你感觉到 你自己接触到这个冷凤 你应该很快就抛回来 然后说你要穿外套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我父母并不是 想要我生病嘛 但是他们觉得 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你 但是我讲话 或是我们的规矩 有他的道理 那你不知道 这个道理是什么 那我让你接触到 这个道理 那你接触到一次 你会比较清楚说 我们讲的 我们没有在忽然你 我们是真的是 想要把你教好 而且我们这些 这些的规矩 真的是为你好 那我的确是想 我爸说 我爸预期的说 我就是到外面 发生零度 然后就是太冷了 然后跑回来 然后就是穿个 毛衣穿个外套 才出门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问我爸说 那如果我真的是 就是硬着头皮 然后继续 就是只穿我背信 怎么办 我爸说没关系 你总会有冷 那我们就带你的毛衣 我们带你的外套 所以等到你冷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给你穿 这些衣服 所以其实是在 他们控制的范围内 就是让我自己体验到 他们的规矩 的道理是什么 是 那维代斯在这本 荷兰的爸爸的 教养真心话里面 讲到这个例子 其实背后有 隐藏了很多很多的讯息 我个人所觉得 最有效的一个讯息 就是你的父母 对你小孩子说话 要命令非常清楚 那理由是很明确 那之后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就让你自己去体验了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维代斯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 他所写的 荷兰爸爸的教养真心话 这只是各种风格的 其中一种 您可以自己做选择 非常谢谢维代斯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